很多人都说周星驰离了石斑鱼的配音 他就不会成为喜剧之王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事实上石斑鱼的配音对周星驰的电影传播 确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早在十几年前 电影大多都是没有字幕的 所以由于地区的不同 语言的差异 很多观众都听不懂 更别说看懂电影中的笑点了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石斑鱼的普通话配音 就成了重中之重 中心去屋里头的表演风格 加上丰富的表情 夸张的肢体动作 再配上石斑鱼独特的响音 两人从一开始配合的甜蜴无缝 尤其是石斑鱼模仿星驰的魔性笑声 更是深入人心 对于内地的观众来说 石斑鱼的配音 确实为影片增色不少 但要说是石斑鱼成就了周星驰 那可就太夸张了 毕竟在石斑鱼没有出现的时候 星爷就已经凭借赌盛 红遍大街小巷 甚至打破了周润发 成龙票房统治 稳坐当年冠军宝座 此时的石斑鱼还是个微不足道的配音演员 因为他的声音很尖 不纯账 配音的角色不是坏人 就是太监 拿不出一个代表人物 包括导演都会怀疑 你行吗 你会吗 你能配吗 直到从赌侠开始合作之后 石斑鱼才被更多人熟知 而且周星驰的桃学威龙2 《神死关》 《九七加油喜事》等 都是由其他配音演员参与的 但他们依旧是大家心中的经典作品 此外石斑鱼还曾经说过 他是根据周星驰的动作表情来进行配音的 石斑鱼的配音固然出色 但总的来说 周星驰表演才是电影的重要看点 石斑鱼终究算是锦上添花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王星曾极力打造星爷的接班人 但没有一个人成功 就算找人模仿星爷 加上石斑鱼的配音 也丝毫记不起一点水花 因为我们都知道 喜剧之王永远只有一个 那就是周星驰 周星驰捧红无数型女郎 但唯独却捧不红她 还记得少林足球中这一幕吗 一位身材高挑 穿着个性十足的衣服的女孩子 走在街上还没摔过三秒 就因踩香蕉皮 而被狠狠摔在地上 演得众人哈哈大笑 试演这个角色的演员 名叫李慧 李慧是星爷千的第一位新女郎 而且一千就是八年 原本以为她跟着周星驰 会大红大紫 没想到这部电影过后 星爷再也没给过她机会 其实刚开始 星爷还是很切忠理会的 在少林足球原本的剧本中 还特意为她安排了 长达二十分钟的镜头 但是理会的表现 却没能让星爷满意 就光彩香蕉皮摔倒的这个场景 就整整花费了两天时间 每次不是笑场 就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这一度让星爷十分激愤 也正因如此 导致她在片中的戏份全部被剪 只留下了一个十几秒的路人角色 她也再没有出现在周星驰的电影中 但毕竟是星爷牵下的艺人 又不能让她无戏可拍 所以又为李慧争取到了 《少年包青天2》的李香香 剧中古灵精怪 瞎干一胆的人物设定 让李慧的热度持续上升 而了解星爷的都知道 她每拍一部戏 就会牵下很多新人 并且捧人的力度也非常大 比如张雨琪 黄胜一等人 所以这些星人一旦露面 第一任星女郎李慧 也就埋没其中 再加上又与星爷签了八年合约 为了遵守合约条件 也没有在外接系 所以李慧逐渐落成 无戏可拍的地步 在公司的李慧成为了透明人 合约到期后 也就淡出了娱乐圈 而比她后进公司的黄胜一 却靠着功夫 一夜成名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当后女星 不过与李慧相比 黄胜一旺本的吃相 简直不要太难看 因为周星驰拍电影 属于慢工出新活 所以黄胜一觉得资源太少 就另辟新信 背着公司去拍大尺度杂志 不出意外 星爷为黄胜一打造的孕育形象 一夜崩塌 她的这一举动惹恼了星爷 于是公司就把她武器献血藏 可刚站露头角的黄胜一 又怎会甘心 最后她就把星爷告上了法庭 不仅控诉公司 不给她拍戏的机会 还对外宣称自己被逼迫拍戏 我在香港几个高层压 我在会议室里说 今天你要是不签 你就不能走 他们没有安排过我任何一件 宣传工作 我为什么还到今天 再受这么死 最后经过两年的官司纠纷 星爷败诉给黄胜一 而在丈夫杨子的帮忙下 黄胜一赔付了600万违约金 彻底与星爷结束合约 解约的官司是黄儿一赢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周兄持先生是一个艺术天才 是一个好的导演 都不否认 但他不是个管理专家 公司其实管他一塌糊涂呢 五年前我就说过 我说如果他不加强 公司内部这些人员的管理 黄二姨不是最后 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要打官司的 确实很乱